我覺得我爸是爆了 30公分那種塑膠池 讓我譬如把它打成兩半 對,那只要是打個七歲 線上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民開獎系列論壇 我是主持人Gina 今天特別邀請到江先生一家人 來跟大家談 如何被恐龍官員利用公權力霸凌 陷入稅務冤案求救無門的故事 我們因為被冒名開娛樂公司開了有多瘋 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每天我都很怕接到電話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是 接到電話是有人恐嚇說叫我還錢 我就跟我先生講說還什麼錢我根本不認識他 然後我老公說沒有就不要理他 然後我到我們收到了法院的單紙 一張單紙來 叫我用我的名字 然後叫我去警察去拿 拿回來我就跟他說 這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越搞越嚴重 因為他們告我詐欺 說我們騙他的錢 然後又除了稅以外 還有刑事 然後就每天就跟他 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會講說當初就是叫你 叫你問清楚啦 你不去問清楚啦 搞得亂七八糟啦 開那個偵探廳的時候 我也不能進去啦 你也不知道講什麼啦 就一天到晚就為這些小事在吵 刑事案件經過二省 確認之後 大概花了將近六年的時間 確認之後 拿到確認無罪的判決書 拿到國稅局 結果國稅局人跟我講 無效 因為這個判決書對他們沒有約束力 不能作為撤銷的憑證 或者就變給你平添 當初是你們告訴我 打那個刑事訴訟的 結果我們判決書都下來 你跟我講沒用 無效 那請問我要怎麼辦 江先生及江太太的先生說法 讓我們知道 人啊 只要遇上一次恐龍官員 這輩子就永無寧日了 在台灣 眾多稅災戶中 有個團體太極門 是受害人數最多 被恐龍官員用公權力 假借宗教掃黑 選後秋後算帳 這樣的政治迫害 嚴重侵害人民人權 長達25年 還沒有平反 太極門案 不是宣誤案子 也不是司法案子 因為根本就是整數案子 政治整數 我從他眼神裡面看到一絲 閃過一絲的陰影 因為我們辦案的事件 就是說 認為他應該有養效為這個事 這並不正確的程度 要批判一個人 在一個秩序的社會 而批判狼狼 這簡直的訊息 會導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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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錄或是正常中的證據 根本都缺乏證據的能力 太極門案 他就是一個完完全全反映出 台灣那個司法的造妖精 司法判決三審無罪無稅 最初的磕稅依據早已不存在 太極門案件好像是一個 稅務的各種不正當程序的 極大成者 稅監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 來作為磕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那稅員就一直把他列為 是磕稅的對象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違背證據法則 但是司法判決竟然被稅力 這樣踐踏 我們會把案子 退回台北市國稅局 嚴查的單位是台北市國稅局 只要他法案的不算數 法案的不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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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贏官司又被國稅局退回 回函還被助記令違新處分 發回更審 形成違法稅單 萬年不死 結果第二天一開始 這個法官就跟我講說 我是開瓜授權 那我一天就認住了你知道嗎 那我看到國稅局的那個 代表坐在旁邊在偷笑 那我心裡就覺得很不平 那我就直接跟這個法官講 我說法官 我說你是一個法官 你要來審承案子 你就直接已經認定我是開瓜授權 你就不公正 照理講開瓜授權 應該是我的被告 提出來 提供相關證據 證明我有開瓜授權 你才來質疑我是不是有開瓜授權這件事 然後有哪些資料是證明 你有開瓜授權這個請教 可是不是啊 所有資料都沒有啊 就直接問我說我開瓜授權 我說你法官 你那個角色地位不公平不公正 我說我要求更換法官 那結果我的案子從此沒有下文 也不再出庭了 也不再什麼資料都沒有了 後來也請了律師去幫我們查 律師說這個案子很像結案的 我說好啊 結案的應該有判決書吧 那你去不能 你能不能去幫我 要一個判決書回來啊 結果也是沒有下文 連律師 連律師都找不到說判決的書 我的案子就這樣被擱置 行政法院沒有下文之後 稅 就是說 銀行的存款帳戶都被查過到沒有錢的時候 可是接下來呢 面對就是更大的問題 稅端不斷的來 那在我的印象中 他的稅單很像 就是銀月稅跟娛樂稅很像每兩個月一起 然後 我們自己碰到今天就是說 他先告訴你 你只有這兩個月的稅單 那大概平均數目不等啊 大概都是60到80之間 就是銀月稅加娛樂稅這兩個加在一起 大概單子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當我們 當初也認為說可能我繳完就算了 沒想到 你把這期繳完了 隔不到幾天 他又蹦出另外一張 下一起了又來一張 大概也就是這個數目字 對 60到80萬 對 後來我們就去追 後來我真的 因為這個對我們來講 生活上的壓力很大 那就跑去國稅局問 你不是告訴我只有這一張稅單嗎 為什麼 我繳完你又來第二張 他告訴我就是說 不同期 他是一起一起追 那我說你能不能確定告訴我 我還有多少期 他說我不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 因為單子沒有送來我也不知道 我說都在你們這邊 而且這個不是現在才發生的 或者以後將要發生的 我說幾年前 就82年之間的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他就告訴你不知道 所以我們被逼得沒辦法 就這樣一起一起這樣去講 那在我的印象中 我大概追了 將近不止吧 大概將近七八章以上 就是這樣還負的來 還負的來 所以我的稅 就是後來沒有辦法 就跟國稅局 行政 那時候不是國稅局 到行政執行處了 到行政執行處談 談我分期付款好 因為我確實沒辦法 因為我本身都是雙型家庭 他原來跟我談分期是一個月要三萬 我說我不可能 我三萬給你 我家裡小孩 你家都不要用了 我才公務員一個月 公務員沒有多少錢 也不過三四萬 你都扣了我就不要生火了 對不對 後來他跟我講一個月兩萬 我說兩萬對我來講壓力很大 他說好 那你就這樣一個月兩萬 一個月一萬 那我想這樣還勉強 勉強 我說好 我就答應他了 沒想到 這只是他安撫你 要你達成這個協議的 分期付款這個協議的手段 那後來到了年終 每年的年終 他就給你一個通知單 你要繳15到20萬 為什麼 後來跑去國稅局問問說 他說你有年終獎金 你年終獎金可以拿來負責的錢 那時候情況下你怎麼辦 你只能去繳 面對國家機器 太極門二十多年來行使救濟的權利 在行政法院以及財政部訴願會 已經18次勝訴 國稅局依然我行我訴 國稅局的行徑不只引起民怨 官方更多次打臉 直指錯處 監察院更認定國稅局有七項重大違法 太極門弟子不得不走上街頭 抗議稅制如同法治黑洞 人民與法稅之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長 幾年來欠稅欠費被強制執行的案件 年年盤升 尤其是久懸不絕的冤案 為人民生活帶來的 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口號不能當飯吃 事實遠勝於雄辩 二十幾年來政黨輪替 人民保常冷暖 卻苦等不到青天 除而治改惡法已經是全民運動 也是抵擋不了的風潮 唐太宗在位時編寫的一套治國藥理 書名叫群書制藥 內容是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跟方法 依據書中有一篇冰藥說明政治的要點 守在得民心 要得民心重點在讓利於民 利民之藥是以仁慈之心 對待人民 對待人民 體卻人民的患難 解除民眾的疾苦 縱觀古今中外 每個國家的衰亡 都是民心離散 對政府失望 最終走向衰退意圖 希望政府能把歷史做為借鏡 不要一錯再錯 接下來請江太太跟女兒及兒子 艷艷分享 那時候就每天都睡不好 然後又在煩惱說 阿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大概 喔很很短的時間吧 就我頭髮就開始白了 然後大家就說 你為什麼白這一搓而已 我說我也不知道 就白一小船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消 後來就開始法院跑 然後稅務的問題出來了 就跑檢疫法庭 財務檢疫法庭 然後就跟他協商啊 因為不得不協商 是因為他來我家貼公條 然後雖然他們很同情我 可是他還是必須貼公條 都把我貼在一個牆角 然後用東西遮潛 他說這邊人家看不到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還是我的家 那我就跟我先生講說 我們要不要乾脆就不要房子 可是他又說 這個稅還是跟著我們一輩子 那我們看看要怎麼還 我們只要想盡辦法 就開始數而易解釋 那段時間真的很苦 每天都很怕 月初要巧錢 因為他的錢就要馬上去繳 我只要趕快分了 因為要繳貸款 要繳貸款 因為在稅款 趕快分完 然後孩子的保險也要分掉 所以就是很緊 然後可是我們還是這樣 度過了那十幾二十年 還完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可是我覺得為什麼 畢明這不是我的錢 為什麼要我付錢 我們講的沒有用 幾百萬 現在上千萬 他的薪水公務員十薪水 我上班也是小老闆 一個月兩萬多 我們能夠繳 二十年繳完上千萬 其實我真的很 我覺得他辛苦 他真的很辛苦 那時候煎兩個菜 早上工 晚上去煎個夜菜 不然就開個計程車 我們就慢慢的把這些錢 這樣子 換到 對 所以我覺得 回想過來是 阿古的 那時候也才三四年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麼叫封條 更不可能知道說 那張紙的含義在哪裡 那 你也不會專門針對 說那為什麼人家要貼 別人家不貼 其實落差蠻大 以前我們可能 常常 出去玩 或者是 吃好吃的 後面可能就變成 越來越少 因為 畢竟 他們承擔的東西 我不知道 我也感受不到 我唯一能夠感受到 就是 以前可能 享有的東西別吃 在爸爸媽媽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你有去發現說 爸爸媽媽 跟你之間的那個 互動 態度 然後跟以前 有不一樣嗎 因為那時候 唯一是把他打我 那打是打最兇的 就是那種 三十公分那種 塑膠尺 打我 就把他打成這樣 兩半 對 那時候是打一次最兇的 我就 基本上也是 不能做 後來 媽媽跟我說 生後我才知道 因為 稅務的問題 所以 我們家的兒子 三歲之前 幾乎都不是我們在帶 都是放在外婆家 由外婆幫忙 因為 即使經濟上的 經濟上的壓力 生活上的壓力 造成 你沒有辦法 有多餘的 稀釋 再去面對這麼幼小的小朋友 他應該有比較感受的是 因為要還錢 我今天良財 半夜去 醫院裡面 做櫃檯 做櫃檯 然後我要帶著他 去醫院 睡醫院 然後隔天再送他去學校上學 等於回家就是洗澡 洗完澡就馬上出門 然後我早上再帶他回家上學 然後我再接著再上班 在江先生一家 有恐龍官員 誕生的家庭悲歌中 讓我們知道 法歲改革的重要 太極門這個大家庭 幫助江先生一家人獲得重生 但 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像江先生一家人一樣 可以幸福的進入太極門 台灣還有多少個家庭 因為遇到死不改變的恐龍官員 而家破人亡 妻離子散 每個稅災戶 都是台灣的血淚史 為了台灣的下一代 為了我們的賦稅人權 期望牽起你我的手 共同推動法稅改革 平反所有冤錯假案 謝謝大家 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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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上的 法案 以及 科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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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所以我們會提供台灣的法案 台灣的法案 他們會解決 解決 但這是一種完全理解 這是一種理解的 這是一種理解的 而這不是 一種理解的 一種理解的 我們說 這是 二種理解的 一種理解的 第一種理解的 第一種理解的 自由的 religion 和信心 這件事 開始了 1996 當有了 一種理解的 自由的 religion 和信心 在台灣的 統一 統一 什麼事 發生 在 年來 發生 這個 fundamental violation 自由的 religion 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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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此 日 還在此 一種理解的 自由的 信心 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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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 大法 正 和信心 法 議員 也认为台湾有很多关系,但是他们说台湾有一个问题 对了一个缺乏的缺乏。它应该是解决的。 台湾是个关系的,在台湾人体的社会经营人体的社会被制造成的缺乏。 是一个投资的对平台湾人体的财政。 不算是一个人的理由?不算是一个确实的关系吗? 但这不是一个演奏的问题,而是一个很确实的问题。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约别的判断,这会是什么解决于台湾的判断。 为什么会来到WASHINGTON D.C.和谈论这个判断? Well,答案是因为它不是主要的, 当然,它不是一个约别的判断, 这是一个约别的判断。 这是一个认判的认判, 它是一个认判的正义和约别的判断, 它是一个约别的判断。 它是需要需要的, 让它是一个集合的判断和他们用的判断, 在台湾的状态中,在台湾的状态中,在台湾的状态中, 我继续与一些专业的提案。 我计划,在台湾,我们有这种表现, 的谈论人们。 两个人专门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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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种情况下,在台湾的状态中,我们有在台湾的状态中, 很多台湾的学生,从理论的学生中, 他们不是在台湾的状态中,但他们写在这种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很多人专门的学生, 人权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 在台湾的状态中,他们都说, 看来,这种状态中的自由的信息, 和这种状态中的自由的信息, 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有台湾的状态中, 他们说,对于1992, 在这个决定的状态中, 所以,我们没有做到什么。 但是,这种状态中,因为它是一种认为 国家的状态中, 当有状态中, 人权的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 这种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 但是,这种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 要为了与了有一种状态中, 这是大家的状态中, 为了став与本家的状态中, 而解决转根本身的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 我们统致尽自己的状态中、 统致尽自己的状态中, 今天, 一个最大的状态, 就是这种状态中, 最大的激烈的运动是台湾的状态 不是因为我们对台湾的反应 而是因为我们对台湾的朋友 我们在一刻需要抑制台湾的需要 我们请台湾的帮助 我们在一个历史的情况下 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你的坏经历 走到的道路上 和解决这个台湾的状态 最好的